今天是3月6号 现在是上午的10点38分 我们来看一下上午的盘面 目前三大指数都是属于绿盘杀跌的状态 跌幅不是很大 但整体来说涨的少跌的多 A股有调整的需求 那在这种行情下 今天的大权重方向 尤其是证券还在压盘 那这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A股是不是要调整呢 其实在这个位置 不管是阻力还是散户多 已经很慌了 为什么 涨得慌了 因为涨了指数不赚钱 这个时候就要防他高位跳水 防他大幅度的一个杀跌的动作 所以他跳水了 杀跌了 调整了 洗盘了 那就是机会 大家都在等这样一个回踩 那到底会不会回踩呢 怎么看 还有权重表现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题材的话 在今天来看 也是属于一个明显的分化行情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的股民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但是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分析 在讲分析之前 大评论区一波888支持一下 从目前的盘面看 A股有震荡调整的需求 这个是在昨天跟大家说过 不要轻易的盲目的再去追高了 因为从市场的走势来看 他已经面临着前高平台的强压力位 对不对 马上涨压力越大 马上涨压力越大 所以前面高位的套牢盘 有些人是要考虑逢高减仓的 你一拉他就减你一拉他就减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需要等的就是一个 调整后的再启动 所以他如果盘中出现一个急杀跳水的话 我觉得这种反而是更好 把获利盘洗掉了才能够更好的进攻 所以现在时候 大家都不愿意去追高 大家都不愿意去高位接盘 才造成的这种盘面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 其实早就应该要跌了 但是现在是属于特殊时期 国家队在强势的护盘 国家队在不停的买在稳住指数 一旦国家队不护盘了 国家队不稳指数 是不是会出现大幅度跳水 其实还是有预期的 所以朋友们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要保持谨慎 把自己窗位稍微的控制一下 对吧 你可以留个三四层 五层仓都可以 但是在这个位置 高位绝对不能轻易的满仓 因为你满仓的话 一旦出现大跳水的话 你一天的损失会比较大 甚至你好几天撞的钱 也一天就亏无了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窗位是一定要控制好的 从市场的节奏来看 没有出现大风险的情况下 震荡的走高的概率是偏高的 但是同样的刚才讲了 赚的指数难赚钱 也不用不说没有机会赚钱 机会还是有的 但是你能够守得住 你能够有得住这个核心品种吗 你有做的核心品种 我相信大家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回到市场 我刚才讲了大权重方向 促进一个分化 分化的主要是银行和证券 银行的话还好 现在是属于红盘的 但没怎么涨 但是也不至于什么跌 整体来说 银行这个位置 我觉得就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位置 后面他有机会继续反弹 有机会继续往上冲 但是你要记住我说的细节 往上冲的过程 这个位置是什么上方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么在通过的过程中 不能盲目的去追 不能盲目的去顶 这是他一定要注意的 好 回到市场 回到盘面 这种盘面下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好办 就是银行是吧 他反弹到了前高附近 那么高位有点有被套牢的 大家可以考虑逢高减仓逢高 撤退 其实当下盘面 大家最为纠结就是证券 你看证券前期涨 他没有银行那么快 没涨一下那么多 当时这里调整这里刹跌 反而比银行跌的更快 对不对 很多就问了这个是证券怎么办 其实我跟大家说证券这里调整好 越跌越好 他跌到这个位置 对不对 如果能跌到所谓的60厅军价附近 我觉得更好 跌在60或者说20厅军价附近 更好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机会 一个给大家低吸上车的机会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留意的 整个来看 我觉得这个证券板块 调整后随时都有可能进攻 它的进攻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整个盘面要凸了 就是代表说整个大盘要凸了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当然从目前的盘面来看 大权重方向的话 表现只能说 属于一个分化行情 你看包括这个 这个是中字头 中字头也是属于一个高位的震荡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 它也是属于一个高位的震荡曲线 这个时候操作起来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节奏不对的话很难撞的钱 但是 当然对于中字头股票的话 我在前期也跟大家讲过 这段时间的核心重点在哪里 大家心里都明白 心里多清楚 中字头的核心重点在哪里 在科技类这一块 所以你这段时间有助科技这一块 我相信大家是不会失望的 是不会错过的 钱还是会有的 为什么这么讲 大家看一下今天科技板块 就是这个中字头里面科技板块 表现最好的还是什么 你看 这里有个中和科技中吴 还有这个中兴海质中国通话 中国中间检中科数官 大家有没有科技加军功 是吧 这段时间我是是不是一直讲 一直讲 天天讲天天讲 告诉大家科技加军功 所以你有做的这些方向能撞停的 这个是大家也做的 可能很多会说 哎呀 那这个科技方向 人气最弱的就是差了 是吧 中科数官 昨天冲高回落 今天是低开往下压 但是马上又什么 又出现了一个冲高的动作 大家看中国曙光 突然就拉起来 还记得我在昨天 跟大家讲了话 我讲什么 我说像这种票人气是最弱的 他只要能够守得住 我们说的强之称谓 只要能够守住强之称谓那怎么办 其实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担心 那就只有一个字是吧 躺 守不住了 那该撤退该撤退该跑路该跑路 所以朋友们 你看中字头的话 目前这个核心看点就在这一块 科技加军功这块表现比较好 当然这个是其他方向 比如说这个大基建方向 近期表现也是不错的 大基建方向其实就是有一个补涨的预期 什么意思呢 大家还记得吧 我在前面跟大家讲 我说大基建方向的一些河烟龙头 谁呀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谁吧 中国中车 但如果看一下这段时间中国中车 大家看他的一个走势 你就发现 哎呀中国中车是走出一个趋势上涨 天天云的这个趋势不断的爬坡 所以你如果在低位潜伏中国中车的 现在是什么 是一个躺平的状态 赚钱 其实有时候也是那么简单 关键是你能够选对板块 选择个股 哪怕像今天这段行情 大盘在调整 涨的票比较少 跌的票比较多 但同样的也跌得对了 任人能够赚到钱 任人能够吃到肉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 对当下的行情其实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盲目的轻易的再去追割了 因为A股涨了这么多以后 调整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 唯一能做的就是控制好仓位 等待调整后的再次进攻 那么下次的进攻 那就是真正要进攻了 要拖3100了 要拖3200了 这是下3400进攻了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等待 然后我觉得下次如果要拖的话 调整后要拖的话 那就看证券的表现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怎么 需要潜伏 不要盲目的跟踪就行了 不要盲目的去加仓 去顶就对了 好 当然说在这种行情下 它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结构性行情 虽然说指数出现震荡 但并不是说就没有机会 机会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大家看今天目前表现比较强 那是什么个低空经济 飞行 宋九天学院人气 教育农机乱七八糟 对吧 感觉今天涨幅居前 就没有一个明显的方向 反正就是这里拉一下 那里拉一下 但是我们要从 涨停板的情况来看 你还是会发现问题 什么问题 你看今天涨停票 最多的方向仍然是哪些 科技加汽车 所以我一段 哎呀这段时间一直讲 一直讲要咬住咬住 咬住核心 你才有机会吃肉 咬住核心 你也才有机会赚钱 你看机器人 新车对吧 人工智能 这些仍然是焦点 仍然是重点 所以你咬住这些核心 能赚了钱 但机器人方向的话 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上涨 那么我们来看 它的趋势是属于一个震荡走高 上方是命连的强压 但是机器人个股的话也是分化 看这里你看机器人个股的话 目前像铜亚金工 像五博这些是涨到二十里面 但是你看了没有 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属于第一位的补涨 大发是没有 今天是突然一下子拉了起来 这种的话操作难道别的 因为你在昨天之前 你肯定不知道这个票会涨 这个票会大涨 你肯定不知道 所以这种是票上涨的话 你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道理可以寻 但从整个的盘面来看 整个机器门方向的话 它高低切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你看今天上涨的 几乎都是主于低位的 还有就是你看有一些低位 调整比较充分的 也出现上涨 前几天强势的品种 你比如说像昆博对吧 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什么拉升 昨天拉高 今天再次拉高 前段时间出现冲高 混落的一个调整后的走势 所以朋友们记住我说的细节 机器人方向的话 一些核心票 一些人气票 调整后就是机会 调整后来 你可以去做一个博弈 博弈反出反弹 是没有问题的 整个的节奏就是这样子的 好 当然有上涨的就有下跌的 你看后盘的话 有一些大涨的票 出现调整 你比如说天荣这种 对不对 前期涨幅比较好 那近期就调的比较充分 所以你不要盲目去顶 你看昨天的天荣 天荣的话 昨天是从地板 差点冲了天板 但如果你在高位追的话 今天估计就郁门了 又被案了 又被什么 又被打了 还有标准 对 昨天你看 直接冲了涨停板上去 眼看就 大家觉得优越上涨了 但是今天直接又被案了 所以朋友们 河岸里有近期是很多的 我觉得大家只要是吧 不追高 问题都不大 其实最好的策略就是什么 高低贴 把高位的换了低位的 把弱的换的强的 或去弱留强 当然并不说叫大区追高 追高的话 只限于那些什么能力比较强的 短线技术比较好的 在操作上面是一定要保持一个理性 保持谨慎的 因为这个方向 它就是一个轮动 涨多了就跌 跌多了就涨 你看今天上涨了很多票 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些20厘比的 它都是什么 在近期 近期调的比较充分的调整后又涨了 那么你就按这个节奏去 这个思路去 我觉得问题是不会很大的 好 除了这一块之外 你看还有谁 还有就是刚才讲的汽车 汽车这段时间走势不是特别强 但是整体来说它也不是很差 对不对 跟大家讲了很多回 讲了很多次 这个方向一定要咬住咬住 跟大家说了很多次 很多回 汽车的话 昨天再次处理好 但今天的话 整体来说 汽车的表现是偏弱的 目前涨幅不是特别的大 我觉得大家在操作上面 也是以刚才讲的 这个湿度策略为准 就是低位的去博位 高位的就不用去了 高位就不用去了 你看今天上涨了 今天涨停的票 几乎都是属于低位的 对不对 就是我在前两天 重点提及的高低贴 不要再盲目的去追高位的 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 天天讲的 天天讲的 好 回到这个市场 虽然说指数出现一个震荡 有回踩的需求 但是至于当下的热点 还是说 还是在结构性里面表现的 就是说 汽车加科技 还是在轮动的 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当然 在操作上面 追高这一块 还是要保持理性 你看涨停的票 现在在50 涨幅在10个点以上 大概50加上下 相比起前几天还是什么 还是明显的有一些偏弱的 当然市场也并不是没有机会 机会还是有的 有一些票又开始冒头了 或者说新龙头出来了 我说新龙头 大家可能会知道是谁 你看这种票的话 是吧 经过几天的上涨 昨天来了一个什么 来了一个 急跌的 撒跌的一个什么 一个拉伸 昨天一个大长腿 其实就是一个洗盘的动作 今天就是一个弱装强 对短线选手来说 这种票他就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这种票的话 很有可能短期 成为新的一个什么领头羊 当然这种就是独打量了 独独对的吃肉 独错了 那么告诉大家 你该什么 你该跑还是要跑 整体来说 他现在已经是六年版 是属于一个当下的一个高度的 一个核心总统了 你看他属于小票 这个四星股 所以他的这个 短期的爆发力相对来说 还是会 还是会偏强势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当然有涨的就有跌的 你看经济后排的话 大跌的票 或说跌幅比较大的也是不少 在这个过程中 朋友们一定要记住 不要盲目的去顶 不要盲目的去追 我说这个什么意思 大家可能看一下 今天大涨了 大跌的票就明白了 你看昨天上 这个 施权 昨天施权是涨了19.21 差一点点就涨停了 如果你在昨天高位追进去的 你想想 今天直接就十几个点没了 所以最好的策略是什么 是盘中急跌的一个分歧点的博弈 记住不要盲目的去 不要盲目的去追 不仅是他 还有包括你看会员段 会员昨天是直接就是什么 拉出了一个涨停 把他今天直接就不按了跌停 所以你在昨天去追高的 我相信今天是非常之难过的 非常之难熬的 还也不仅仅是他很多 很多这种类型的 所以近期的市场追高还是风险比较大的 那有可能会说 哎呀追高风险比较大 那于光前天元对吧 那追过的话就吃肉了 那问题是全市场现在5000多支票 大家看一下 像天元这种连续 连续涨停连续晋级的 又有几次呢 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你不能单独说某一个票 就认为这个市场就很强 这个还是要注意这个细节 好 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 就是控制好这些仓位 等待回踩结束后的一个新的进攻 这一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算